第38題就是根據剛才前面這個實驗我們做了4個實驗 想請問你如果我想要了解 在不同一體所說的浮力大小 我應該做什麼樣的實驗 這是所謂的控制變音法 控制變音法我們要了解的是我們的操縱變音 我們所改變的因素 跟我們應變變音 我們去測量的因素 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麼控制變音就是不會變的因素 所以呢 我就改變A 去測量B 然後就可以了解A跟B的關係 其他的C跟豬都要保持不變 所以在這題裡面 像甲跟乙 是不能夠用的 因為一個有沒入水中 一個沒有沒入水中 乙跟餅也是不能用的 因為他沒入水中的體積是不一樣的 所以也不能這樣子比 所以我們要餅跟釘 因為餅跟釘 沒入水中的體積一樣 彈簧秤一樣 金屬塊一樣 其他通通都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沒入的液體不一樣 所以我就會了解 液體對於浮力大小的影響 所以呢 我們的這一題呢 我們答案呢 要選的是豬 丙跟釘 我們要根據丙跟釘 來了解 在不同液體中 所受的浮力大小 第38題的答案呢 我們選擇的是豬 警隊 講隊